像见证台湾经济发展史一般 随着台湾百废待举 一路从秘露蓝缕至经济起飞 今天盛光钢管集团已堂堂走过一甲子 六十年来盛光最自傲的不是业绩蒸蒸日上 规模日益做大 而是大多数的员工只要进入盛光服务 就成为盛光人 愿意将一辈子奉献于盛光 盛光钢管集团已经六十周年了 六十周年刚好是一甲子 女人最怕嫁错郎 男人最好是要选对行业 从四十年前跟着这个总裁 还有他的弟弟 我们第二任的董事长吴隆先生 一路的栽培 所以在这个钢管界这四十年来 我学了很多 我在这边呢 已经从二十几岁到现在已经六十几岁了 已经老人年轻了 但是呢我还是舍不得离开这家公司 所以呢如果这家公司还需要我 我就继续在这个公司努力 从高于下雪级的时候就来到圣光公司 那时候叫做圣光五金航 当时来的时候也是一个算半工半读的一个小孩子 也没有上过班 也不晓得去那边要做什么 然后董事长就一路叫我们怎么做怎么做 然后跟着他 他带我们像子女一样 那现在董事长他带我们真的是像兄弟一样 然后百娘总裁总裁物人对我们都真的很好 要找一家像这种公司的话 这种总裁总裁物人他们一家人这样对待员工的话真的是很少 因为创办人吴文达夫妇的无私无我 不仅奠定了公司稳定发展基础 更给予每位员工家的感觉 让圣光家族的每位成员 都愿意为这个家的未来一起努力打拼 民国四十三年 台湾体坛名人以求之父吴文达 在他年方二十六岁之际 胜利第一家公司郑达航 开始经营钢铁五金的买卖 可谓圣光钢管集团的起家事业 我知道有这些很疼 都像这个办公桌 每个堡堡都摆在哪里 这只摆在哪里 这摆在哪里 这摆两摆办公桌 那一边第一家是阿公的 对吗 这边第一家是爸爸的 这些阿伯一个人只摆在哪里 这摆在哪里 对吗 他就摆在哪里 那摆在哪里 摆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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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阿公的政府的政 政大法 就这样 其實都去拋機關、公家機關 去看酒標的工庫 看如果有什麼貓金的蓄宅 他就去找這間公司要找什麼蓄宅 他就去找蓄宅 我們台灣有收入美圓的管理 整個公司用的整家 都用ASTM 美國整家 那時候美國整家很少 很多人知道是美國整家還是日本整家 所以阿伯生理做了都不錯 都去找美國整家的東西 再買來就夠了 小時候我們家住在廣州街 萬華廣州街 那時候家裡有一些傳用的武器 我還有印象 那一陣子因為也是白手起家的 經營的是相當辛苦 所以我小時候我是寄宿到我的外婆家 那爸爸媽媽媽媽就爸爸來打理一些事業 後來今有人建議 於民國48年創立聖光五金行 開始在台北市承德路打鐵街 經營無縫鋼管及有縫鋼管的零售生意 草創階段的公司 只有吳文達夫婦 蕭千蓮 鄭子露及許蒙中五個人 他們便手之足 將公司經營日益壯大 以前都是起家的時候 都能做雞人甘無縫鋼的生意 都標鐵軍 或是標梯子 都陶鑊鋼載到雞人甘無縫鋼成口 要搞的時候 那時候都是要請託你 鼓勵 用人搬運 要過地盆 過地盆 你和文戰兄 和我三四個 他們兩個鼓勵和我四個人 摸一邊梯子 再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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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放在上面 以前是這樣的 所有的政府 跟我說 動業的 百分之百十都 老的學生 都改得出來了 因為我們台灣沒有的東西 它有辦法大世界去找出來 現在那個時候 台灣剛才工業起步的時候 剛剛都要起步 剛才起步的時候 很多材料都缺 你如果找有材料 他們不會讓他們太多錢 民國六十一年 適逢政府 致力十大建設 鋼管需求量暴增數倍 文達先生陸續買了 南港路及濱江街的廠房 來囤積鋼管 奠定了日後鋼管王國的重要基石 剩餘經營的文達先生 生意拓展極速 鋰魚之間已由零售轉為批發 二十年來 陸續成立了 德昌五金公司 聖工貿易公司 聖光鋼管公司 民國八十年 又成立 紅城鋼鐵有限公司 念資再資 為了照顧員工及公司長遠打算 文達先生毅然決定 將公司交辦給專業經理人 永續經營 自民國八十九年 改製為紅城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聘請資深經理林文昌先生 擔任總經理 開放百分之四十五的股份 給所有員工入股 順利的由家族企業 正式邁向五份有限公司 現在生意就是說 先把先賣先跑先移 所以現在政策就是說 我們庫竹如果多的 為了這個景氣不好 有時候要拼就是要拼下去 紅城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暨首任董事長 吳文達先生於民國十八年出生 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一月此事 享受八十七歲 第二任董事長由包弟吳文龍先生 於民國八十年開始接手 吳文龍先生於民國九十二年出此事 享年六十二歲 民國九十二年三月起 由吳文達二公子吳俊彥先生 續任第三任董事長至今 我也是很熱愛體育 所以父親就希望我一直跟在他身邊 幫忙公司的事情 跟羽毛球運動 跟其他的體育事業 那四十年來 那四十年來 我也盡心盡力 幫忙了父親 在體育界的事情 一直到今天 我們羽球的事業 已經 交棒給第三代 我的大女兒 吳一人 所以我想 一個好的事情 必須要傳承下去 紅城鋼鐵 永續經營至今六十載 除了創辦人 吳文達董事長的高瞻原主外 吳文達夫人 吳蔡秀珍女士 長鄉輔佐 相夫教子成功 也居功軍委 夫人從民國八十九年以前 一直掌管公司的財務大權 達四十餘年之久 她抓大放小 但勢必公親 天天都會親臨公司督導 近九十歲高齡的吳夫人 仍堅持活到老 學到老 練習氣功 拜師 學習書法 畫畫等修身養性之道 每天都和員工生活在一起 她常以感恩 珍惜 忍耐 來和子孫及員工共勉 受到吳文達夫婦身體力行 修身、其家、治理公司營運之道的感召 紅城鋼鐵由上至下皆一心 不管是景氣好壞與否 公司總能協力齊心度過寒暑秋冬 每年過節過年的紅包或鼓勵只有增加 因為公司全員秉持一個信念 事業的成功 非一人或一個公司所能成就 所以在此也要感謝所有的鋼管供應廠商 及在台灣的鋼管同業友人 大家都能長期攜手合作 才讓聖光鋼管集團屹立不搖 希望在大家通力合作之下 再創鋼鐵事業高峰 再造聖光第二個甲子的榮景 在鋼鐵業或者是鋼管業 我們能夠有今天這個成就 我要特別提到兩個人 一個是日本鋼管鋼管公司的 基布洪寶先生 因為我們當時是第一家 進口日本鋼管鋼管的公司 這位基布洪寶先生 對於我父親的認真 提供了很大很大的優惠 讓我們在各個地方 都能夠很容易拿到訂單 第二位就是我父親在創業的時候 一直在他身邊擔任總經理的 鄭子路先生 後來他自己也成立了大勝鋼鐵公司 我想一個人他能夠成功 除了自己家人的幫忙以外 也必須要有好的一個團隊 來跟他們協助 今天聖光鋼管集團 能夠歷盡所有的風風雨雨 六十年來不管景氣好或不好 每一年的年終獎金 只有增加沒有減少 將來在優秀的員工裡面 我們會選出更好更資深的員工 來擔任總經理或董事長 讓這個聖光鋼管集團 能夠永續經營下去 當然也要特別感謝 感謝我們所有同行跟我們合作 當然人家說同行會競爭是沒有錯 但是因為競爭也會產生合作的機會 要特別要感謝中國大陸衡陽鋼管 因為當中國大陸的鋼管 可以開放進口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紅塵鋼鐵公司是第一家經銷衡陽鋼管 也結識了唐陸廠長 他的特別幫忙 所以我們在鋼管業經營得非常的好 也希望我們所有鋼鐵界的好朋友 不管是境外境內 跟我們所有的員工 一起來打拼 希望聖光鋼管集團 七十年 八十年 九十年 甚至一百年 都會很蓬勃地發展下去 我們在鋼管集團 我們在鋼管集團